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我是美玲,今天來和大家談一下 縱南海出台重磅措施舊房市 遁促地方政府買樓去庫存 專家質疑資金從哪裡來 李嘉誠打折拋售香港新樓盤 部分住宅降價三分之一 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宣誓就職前席 在立法院藍綠爆發激烈衝突 造成六位臨委宋苑 中共由內部分裂台灣的陰謀被曝光 中共樓市持續低迷 中共當局日前推出了多項所謂的重磅措施 試圖挽救陷入重重危機的房地產業 分析認為 中共這些所謂的救市大招 由一個宏觀的層面來看 可以說它就是一個巨大的騙局 探百姓落場買樓 當局再收割最後一輪糾菜 中共出台的這些政策 可以歸結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針對地方政府 第二類是針對中國百姓 我們先來講第一類 5月17日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在全國設實做好保交房工作會議宣布 商品樓庫存較多的城市 敦促地方政府 可以用合理價格收購 部分制銷房產 以穩定房價 對於中共推出的這行政策 如何解決巨額資金問題 引起外界廣泛關注 中共央行副行長 徒令宣稱 城市政府 選定地方國有企業 作為收購主題 央行設立人民幣3,000億元 保障性住房債貸款 支持地方國企買樓 3,000億元 雖然看起來數目很大 不過對地方政府買樓的資金缺口來說 只不過是杯水車身 由2021年下半年開始 很多房企爆雷 全國商品樓銷量持續下降 庫存攀升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4月中旬發布的數據 截至3月 全國商品樓代售面積 達到了7.48億平方米 創下歷史記錄 美國高盛銀行 5月13日發布一份報告 估計截至上年年尾 中國包括土地 和建設中的項目在內的 住宅庫存總值 仰摩是30萬億人民幣 其中有45%的房屋已經員工 或者準備預售 折合仰摩13萬5,000億元 也就是說 地方政府需要資金13萬5,000億 而央行只能拿出3,000億 還未到這個數的零頭 更何況很多地方政府已經資不抵債 如何解決資金問題 另外 即使地方政府出面 將這些樓全部都買完 又如何處理 有網友說 可以採取香港 念租屋的模式 將他們租給低收入家庭 當然這個想法幾好 不過在中國貪污腐敗 無處不在 這些樓很可能會落入 那些有權有勢 有關係的人手裡面 他們一定會再轉租 分租出去 從租謀利 那只不過是令到中共官員 墮了一條發財的路 沒有解決百姓的實際問題 評論人士唐靖遠認為 中共的這個所謂救市大招 就是國家隊入場 和百姓跟著落場買樓 當局座收過最後一輪韭菜 他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 由左手到右手的遊戲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每一個房地產商的背後 都站著一個政府的代理人 而且這個代理人還分級別 最高是國級 下面是部級、廳級、道柱級 級別越高權力越大 距去貸款的額度也就越大 所以大家看到 許家印的負債 達到這麼驚人的程度 因為他的背後是國級高官 也就是說 這些樓表面上是地產商的 而實質上是政府的 只不過以前 政府躲在後面 現在他由台後跳到台前 美其名約 我們政府出來 國家隊落場買樓 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用所謂的國家隊入場來握坦白姓 你們快點跟進 你看國家隊入場 你只要一跟進買樓 即刻這個貸款就將你套實 你就來接盤 所以所謂國家隊入場就是一個欺詐 有還你去幫他接盤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 中共出台的第二類政策 針對白姓的政策總結了有三大招 5月17日 中共官方發布了三項 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大招 包括降低買樓首期 第一層樓降至15% 第二層樓降至25% 取消第一和第二層住房貸款利率下限 下條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0.25%等 民間認為 因為房屋的價格無變 下條首期意味了需要支付更多月供 政府為了救樓時 不惜鼓勵民眾加槓桿買樓 加槓桿就是增加民眾負債 向銀行借更多的錢 中共官媒大力炒作 甚至動用所謂專家宣傳買樓的利好 針對個人住房貸款 最低首期調整為15% 而居研究院、研究總監 所謂專家嚴若俊舉例說 以前上海首期比例最高是70% 買一套1,000萬的樓 先要拿出700萬 現在只需要拿出150萬就可以 所以這個政策 對於降低買樓門檻 發揮了積極作用 不少網友提出質疑 手期少了 樓價沒變 那貸款就多了 又不是不用還 只是拿出150萬 真是敢買1,000萬的樓 之後收入有了變動怎麼辦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 在海外X平台分析 中共這次出台的房地產政策 沒什麼新意 就是想通過降低門檻 讓買樓者偷進來 這種招數根本不可能刺激樓市 因為有多餘的錢 投入房地產的人 已經越來越少 有X網友跟鐵說 目前當局採取的 所有振興房地產的措施 都是避重就輕 或是隔鄉拷痕 最多就是 好像被 就快死亡的病人 打一支強心劑 還所周知 房地產 貧瀾崩潰 是經濟衰退所致 而經濟衰退 又先來導致了 企業破產 財源 和各種失業 市民下 沒有了收入 甚至連溫飽刀城問題的糾菜 怎麼還有能力去買樓 就在中共推出這個 所謂的救市大招 李嘉誠創辦的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降價三分之一 公開出售 位於香港新界元朗的一個樓盤 專家認為李嘉誠 是中國經濟的風向標 他提前報告規避風險 將資產由香港撤離 5月19日 長實集團出售在香港新界 西北地區的住宅項目 Lewis 分層大樓單位售價 和最初售價 相比有25%的折扣 而花園複式單位 最高有養網 32%的折扣 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是相信李嘉誠的這個行為 釋放出來的信號 或者是相信黨媒 鼓吹的那些輿論宣傳 旅美的經濟學者 黃大偉表示 李嘉誠是提前報告 是對未來的一個風險的迴避 李嘉誠的公司體量比較大 所以他的出手 往往意味了 大概在一兩年 或者兩三年之後 市場會進行一個大逆轉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參考價值 台灣準總統賴清德 和副總統蕭美琴宣誓就職前夕 台灣立法院打架 陷入混亂 分析認為 中共暗中分化離間台灣 可能和習近平落的物令有關 台灣立法院17日審查國會 職權收發相關犯案 藍綠爆發嚴重肢體衝突 造成六位立委送院 為什麼立法院的犯案 會引爆這麼激烈的衝突? 據悉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 傅昆琦 提出大型交通基建法案 打通台灣中央山脈 修建環島高鐵 要在十年內員工 總投資估算 高達兩千萬億新台幣 不過這個法案 沒有做過可行性評估 也沒有進行環境評估 未經過委員會審議 一般來說 重大的基建項目上馬 全面的評估 和嚴格的諮詢 是最重要程序 因為大項目 若果決策錯誤 其災難性後果 都是不可收復的 就好像中國大陸的 長江三峽工程一樣 對子孫後代的環境、文化、氣候 地質造成的惡果 誰都承擔不起這個歷史罪責 即使現在炸了大壩 損失也已經不可挽回 另外 藍白兩黨先後提出了 二十多個國會改革的版本 未經委員會逐條討論審查 就要送去協商 而六型的國會改革版本 因爲席位劣勢 被棄在委員會 中共黨媒異常興奮 圖文並茂大事圈嚴 台灣民主如何混亂 立法委員如何粗野不文明 爲什麽在新總統宣誓就職前夕發生這樣的事 自媒體人唐靖遠分析 中共體制內人士通過海外媒體爆料 台灣聯局有中共背後的指示 早在大選之後 習近平對王滬寧 同過台辦主任宋濤落指示 要求抓住立法院院長 漢國瑜 和傅昆琦在台灣立法院的任命時機 有效展開一次對台統戰的 戰略性攻勢 佔領台灣立法院的制高點 藉此在台灣政權結構內部 抹開突破口 為完成統一大業 創造有利條件 隨後 宋濤迅速在1月27日 向習近平和麥王滬寧 提交了一份題為 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 《統戰戰略要點》的報告 羅列了4條對台統戰分化瓦解的措施 其中一條是 要以各種途徑敦促按國瑜等 運用議會改革的名義 提出立法院的調查權 總統的諮詢權 反台獨法等法案 即使法案難以通過 也要藉此製造立法院的混亂 甚至停擺 有效打擊民進黨 行政當局的執政效率 這份文件在今年2月初曝光 現在已經下發到 中共各省市自治區的統戰部 政協和地方國台辦的主管領導 現在台灣立法院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 中共在背後做了些什麼 觀眾可以自己用腦想想 好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